Hello 大家好 我是巴里特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比较中国风的一款游戏 最初我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以为是国产游戏 但是玩到之后 玩到之后发现这是一个 好像是外国 外国人做的一个中国类的一个游戏 它的风格有点像梦工厂 梦工厂出的那种中国电影一样 中国动画电影 比如说 比如说功夫熊猫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一堆中国人 说着一套流利的英文 在那里叙述一个中国故事 中国早期关于少林 朝廷 还有倭寇之间的故事 这个游戏也是我昨天刚刚通关一次 然后我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 好玩在哪里 然后它的缺陷在哪里 这个游戏是可以多人和 就是两个人也可以单人的 然后这边不是选级别吗 我这次选择一个勇士级别 为什么不选择最高难度呢 因为这个说实话 这四个级别当中 难度相差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会影响游戏的一个整体进度 游戏时长 所以为了尽快的展示一下这个游戏 所以我就选择最低偏上一个难度 就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游戏 到底好不好玩 这就是一个背景介绍 刚刚来的一个背景介绍 就南少林寺发生在 其实我们刚开始啊 我们扮演的这个主角 他不是僧人的 然后我们要通过一系列事情 然后开始剃度 然后拯救苍生 然后拯救少林 对不对 拯救大地 然后面对挑战 就是有两派 一个是倭寇 一个是武士 差不多就这个事情 这个游戏的机制啊 非常简单 这个青年渔夫说的就是我们啊 我们就是这个卫城 然后嘛 我这次啊 就使用的是那个 他有两个 不 他有三种 三种操作方式啊 一种是手柄 另一种就是 鼠标键盘 另一种就是纯键盘 但是我是比较 觉得应该是使用手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了那个 按键招式之后啊 发现 键盘和鼠标 这个操作啊 相对手柄 少了几个按键 我不知道这个游戏 制作组是怎么搞的啊 然后啊 这样 打击敌人 打击之后 他那个 他会有个预判动作啊 你打他 他 这被我打死了 下一个再说 就是你打他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 预判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时候你按空格 啊 我说的是那个键盘的情况下 你用空格 他就会躲避 这个游戏啊 其实就讲究一个判断力 和一个 你看 这样就被打到了 一定要在他 那个预判动作之前啊 你闪避掉 你就不会有伤 你这个判断性啊 越好 你就几乎就可以 可以无伤通关 打打打打 但是这个游戏其实没有什么加成属性的就加成那个人物加成了这一点并不是特别高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玩意不靠装备 其实也靠啊 有有装备这说 然后有技能这些说 但是他并不是非常大的决定你这个人物就是有多么牛逼啊 多么牛逼 他只不过会给你提供一个比较 呃 怎么说呢 就辅助起来比较好用 但是你的 能不能啊 闯过这个关卡 打不都打得过这个boss啊 就是全靠你这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力 呃 一个敏捷力 呃 就这样 其实 说难不难 说简单 呃 也不简单的 如果你判断不好 他那个攻击的一个时机啊 你很容易就死掉了 呃 这只是教学关卡 所以我们随便打一下 躲掉 打 躲 你的翻滚过程中 呃 可以对他们进行一个踢打 你看就这样 踢打的过程中 可以打断他们的一个攻击啊 这样 打 闪 闪过来之后 再闪 点 再闪 算了啊 嗯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龙颈绿杀啊 这个可以恢复你的 生命力 嗯 这个游戏当中啊 一共有四种杀 呃 四种杀 然后他待会会一一出现 其实这个游戏当中用的最多的我估计也就是绿杀 甚至游几种杀你完全会用不到 呃 恩动F键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弹法 啊 这样就他就死了 如果你靠着他足够近你可以完全杀掉他啊 闪掉 点点点点过去先打这个 闪闪 闪 闪 打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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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们现在他这个游戏他有一个气的一个系统 我们现在还不会啊 就是在我左上角那个人物矿当中啊 他会下面有个像狙气一般的一个进度 现在还没有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卵关系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手柄应该挺有用的 魏城 魏城 这个是什么呢 你这个剧情上你就是打不过他的啊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直接死了 在这里直接死 然后就是啊就死掉就算了 我就让他杀死 你就是天生应该打不过他 然后我们的家乡就被那个惨遭 啊掠夺了 然后躺在村中 然后被那个少林的一帮弟子啊 就给拯救了 从此啊我们就入了这个少林 但是入入完少林这几天 我们还是一个啊 当地人啊 并不是出家人 我们还是要走一走几波关卡 走到一二三章之后他会 之后他才会剃度成僧 中飞啊 太好了 这个中飞老头啊 他是教我们技能的 这是这里面你要想点什么技能 技能 说是技能啊 其实你用不出什么技能的 他只不过算是一个属性加成 但他又不是纯粹的人物属性加成 总之啊 我觉得 可用性不高 但是你可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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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的颜值还是有的 我们现在未尝的颜值还是有的 贴了度之后 这是颜值啊 这是大家可以自行判断一下 我这不就出来了吗 下面啊 这就算是一个什么 一个集合点吧 一个怎么说啊 这个就是你在这里接任我 也不叫接任我 就是你选择下一个关卡 然后可以 换那个武器啊 这个武器系统还是蛮有意思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刘海波 他就掌管武器库的 然后就跟他聊一通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武器啊 但是后期的话就会 这个武器非常多 那么我们下面啊 就直接给大家就是带来 哎 这边 我们先找这个中飞啊 先聊一下 这是也是一套教学啊 一套教学 下面啊 我们这不就是有气了吗 有一共有三格气啊 很简单 就这样 这样就用了 这样就用了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摁住你的 左键 右键 右键 就一直摁住 一定要一直摁住 不要点一下 然后你就会释放出你这个气 摁 非常简单 OK 再结束就行了 下面我们就来到他这里啊 就是通往下一个关卡 这个游戏应该是只有五张还是六张来了 然后这不是啊 选择一下 选择一下这个地方就被打开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通关 发现货仓有老鼠 我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等你 然后这里的箱子啊 就是该打的就打开 因为他附送的消耗品啊 其实蛮重要的 如果你玩不好的话 你就要多打这个箱子 进入一个庙宇室的啊 非常庙宇室的一个建筑 这位来人了 开始打 但这个真龙啊 就是需要救这个真龙 你救不救得到都没有关系的 真的 因为他这个游戏蛮好一点 就是说 你救不救得到 他都不会让你重来 这非常友好啊 非常友好 这样 使用一个重击 闪掉 重击 被他打一下 点 过来 重击 死掉啊 重击也蛮好用 就是 你打别人 他就有那个 你打别人 他就有气 会增加气的 闪 打死 这个打一下打一下 这个真龙 你看下面那个进度条 其实我们就那个任务了 但是无所谓啊 你救不救无所谓 因为他不会跟你说 就重新给你开始这关 翻阅 点点点点 闪过去 闪过去 没闪开吗 闪过去了啊 其实闪过去了 大家没看到而已 闪过来 过去 点 死 杀 先解决一个 然后我们现在有两个气了 就用出来 不要浪费了 这个气 你可以随时增加这个 所以说你就可以 哎呀 等一下 点点 闪 闪 点 点 OK 哎 这怎么让他打到了 然后继续啊 看这个 其实这些都不强的 真的 说实话都不强的 你只要得到一套 后期哦 有两个装备非常重要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他就是非常能让你躲避掉 他们的一个技能 打打打 这边闪一下 再闪 其实他有一个预判性的一个标志 这样对非常方便玩家躲避 捡一下 OK 喝一口 要走 出发 又来人了 是不是 是不是发现又来人了 我们先把这个解决掉 闪掉 再闪 打一下 后退 闪 没有打到我 过来 再闪 重击 点 死 点 点 闪 点 OK 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其实讲究一个技术的啊 这个 技术不到家 这个游戏真的只有不行啊 但是他对 玩家的技术要求也不高啊 所以说整体来说这个游戏不难 甚至是啊 我就这么说 甚至是最高难度也不难 因为他的一个 就是你那个躲避什么 去击杀敌人的一个系统啊 就非常的明确 就是这个靠这个预判 靠这个他们的一个机制啊 去杀他们 掌握好之后 你怎么杀都是杀 闪一下 等一下 过来 闪 闪 点点 过来 过来之后 闪过去 点 你看就这么 溜他们 溜他们 哎 等一下 OK OK 这弹反一个 弹反一个 OK 没有什么心事了 专心干他们 OK 这样 这样不就解决了吗 对不对 你看 真龙快死了 对不对 不要着急啊 这个 完全一点 问题都不要担心 OK 闪过去 打两下 再闪 再闪 闪 重击 过来 闪过去 重击 重击 打死 这边 消除一下 障碍 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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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这个 哎 这个 真龙死了 但没关系 就这样 所以他 这个 我们 这个 真龙死之后 他就又刷新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非常友好 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就开始 我们待会儿 就要会 遇见 那个 戴着一个面具的 戴着一个面具的人 却 那算是一个 比较 我觉得应该 排名第二的一个boss 但 非常快遇见他 为什么说 他排名第二呢 因为前期 我们非常弱 对不对 我们什么也没有 所以打他 还是相对吃力 但是也 好打 为什么呢 因为技术在这里 没有什么难打的 就 点点 闪 你看 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 哦 弹反掉 闪掉 点 闪 闪 甚至 就是你可以 完全 赖他们 这样 打一下 退一下 打一下 退一下 只要你不嫌 游戏时间过长 打到我了 可以啊 等到我后期 我跟你说 有一个装备 非常关键 虽然说 我之前说 装备 不关键 但是 好用啊 有一个装备 非常好用 但是它不影响你的一个游戏的难度 它 你用的灌 就非常好 你用不灌的话 这个游戏的难度还是在这里摆着的 闪回去 没有弹反掉 那个人 来 闪 闪 闪 击杀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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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救它 哎 就这样完事 这就是第一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就这样结束了 获得了一个武器啊 方杖 方杖式的一个武器 换上 可以直接换上 这个武器相对来说 比这个棍啊 攻击力更高一点 但是敏捷力应该是稍微慢一点 对这个游戏就是要对战倭寇寇 不关心如果他们是奸戏 或另一个游戏的游戏 我希望你帮助他们 第一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 是太早要谈论 关卡的游戏 有不同的讨论 关卡 我们的图论 是来自找的答案 第二个关卡 如果我们需要帮助 游戏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 游戏 游戏 我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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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的 换一下另一个 怎么会那些游戏 游戏知道怎么会打 攻击是一种技术经历的经历在我的家庭 和游鲜 父亲没有时间来教我所有的东西 但它是足够的保护我们的城市 它一定会有足够的脖子出这些严重的派人 我看到他攻击,环雷 他的技术是弱的 但他有足够的力量和力量,我也会给他那些 加上,你自己认识,少许几乎有这样的残骂 而又派發任務了 然后来到他这里 下面就可以在他这里点技能了 然后我就是这么点 就先把那个灰机全部点满 因为这是用的最多的 然后找到那个武器 武器大哥 跟他换一个武器 换这个铁球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这是新的两个关卡点 点击之后从这里通过 就来到了森林 林中 你看这个攻击力明显上升了 散掉 点点 非常强这个武器 就捶这些人就完全不在话下的 散 散 放个那个重击 打一下 让他打一下 点点 点点点 OK走 这边箱子 敲一下敲一下 这个消耗品该捡还是捡的呀 你无论你自己多强啊 你要捡还是要捡 来快点 点 过去 杀一下 过来两下三下搞定 就是这么爽 其实玩起来还是蛮解压的 蛮解压的 如果你觉得不难的话 应该就挺解压的了 再来一个 闪掉 点点点点 OK 快如闪电 动如拖拖 角兔山枯 手足带兔 OK这个箱子再激发一下 现在获得 诶 这有个齿轮啊 没有看到 来来来 OK这样就没有什么麻烦了 直接打死他们就OK了 重击 过来过来 绕到这边去 滑他们一下 点点点点 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 滑一下 闪过去 他死了 过来 过来 死掉啊 死掉给我都死掉 统统死掉 哎呦呦呦 等一下 等一下 喝个药喝个药 击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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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杀击杀击杀 然后这边 箱子再打一下 又有两瓶绿茶 我说了这个游戏当中啊 这个消货品其实挺多的 不计挺多的 闪一下啊 再闪再闪 再闪 点点点点 闪 哎呦 这家伙特别说一下这家伙 他的行动轨迹是可以改变的 也算比较厉害的一个小兵了 甚至有些boss还不如他厉害呢 喝一个喝一个 OK 谈一下 死 先击杀一个 然后这边啊 再去溜他 闪一下 哎呦 差不多得了啊 点 OK 闪 闪 点 点 闪 点 OK 好 加一口加一口 闪过去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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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击 闪 中击 点 点 走 打 走 走掉了 就结束了啊 这个关卡是非常短 每个关卡都不长的 每个关卡都不长 然后就是主要好像第一张就是解决那个带红色面具的那个家伙 哇 来到他这里再把这个点上去 点一下点一下 OK 这里他是个什么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他就是可以就瞬间切换到 双人玩家或者改变一下你自己的一个操作 这个奇怪啊 对没有获得新装备 然后我们继续 又多出来两个 走 来到了阴雨天 你看这个攻击力 吓没吓到 好 广里师傅说得对啊 这就是倭寇 吃一个 绿茶 撒零功夫哈 撒零功夫 这边啊 这边啊他没有 身上没有穿护甲的这个可以直接给他破防的 就是打就行了 直接可以打断他们的攻击 然后从这里走 劈死了一个 闪过来 点点点点 闪掉 打打 再闪过来打他 再闪一下 中击搞死一个 闪过来 点点 闪一下再闪一下 点点 闪一下 中击 撕掉啊 这边又来人了 这边又来人了 又发现独标哥 先解决独标哥 点点 过来 趁送追击 点点 闪 哎呦哎呦哎呦厉害 他这个 他这个 兵种的他一个特性就是打到你之后 他不会倒地的 接着啊 就就算你打到他 他也会啊 接着 触发第二次攻击 瞬间解决两个那个什么了 独标哥你一定要快速解决的 不要留他 很麻烦要不然 闪掉 中击 闪 中击 进入啊 进入这个客栈了 这边肯定会出独标哥的 我相信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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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口喝一口 先喝一口 闪一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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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下 走掉 打打 走 打 你看到他已经有一个那个预备动作 你就不要打他了 没有必要再打他 打打打打打 OK 点 哦死掉了 上面两个独标哥先解决一下 OK 剩下的人就是楼楼啊 过去 打打打打 防不住几下他 点一下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先撑啊撑他们出来 点走 人越多啊我越强 告诉大家 闪 走 闪 闪 点 点 点 碰一下 点 闪过去 点点 走掉 点点 点 闪 打 打 闪 闪 中击 小兔崽子 哎这样就是非常短非常短 但是好玩啊好玩 又奖励了几个技能点啊 先把那个灰机的技能点 先 给他点 点爆他 一定要点爆他 不点爆不行了 这边啊再去下一个地点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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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竹林 竹林当中 竹林打水一场空 主化说的好 箱子打一下 我现在就是说 收集这些东西啊 收集茶叶啊 成了我一个兴趣爱好 品茶大师 这个地方非常狭窄啊 所以说你必须要先把这个 独标哥先解决掉 OK这个low到 闪过去没打到是不是 点一下就死了 两个茶叶啊 两个茶叶啊 上好的龙井绿茶 闪 闪 闪 看时机 看时机 过来 闪掉 没有打到啊 我先是我的目的是先解决上面的两个独标哥独真哥 我给打到了 其实可以这么一直踢他们 OK 他们完了 他们可以说拜拜了 这个地方先清一波 下面下面 有的 有的 出来 我是出来炸到的少林圣人 虽然现在还没有剃度 但是 已经吸得少林的一个心得 中击一波 闪过来 再中击一下 闪掉 点点 闪 走 过来 对付你 小意思 这个就是鱼村啊 就被涂了 就被涂村了 这一堆尸体摆放在这里啊 供我们观赏 点 你看 这个 你不先除掉这 上面那个家务非常麻烦的 快点 来来来 死掉 死掉 然后死掉 走 闪过去 走一下 闪 走 走 哎呦 可以哦 哎呦哎呦 等一下 闪 点 打 死掉你 解决 喝一口绿茶 清新又 清香 看又有这么多绿茶 你随时可以用的 你不要觉得只有说用掉之后 会不会亏掉 不会的 甚至啊 我就看中茶 比看中他们就更加重要 哎等一下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们了 我是看上面有人 看你们上面有人 我先留你们一下 自己要不要想太多 看 这不就是几个中击的事情吗 闪掉 这不就非常好解决的事情吗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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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一下 走掉 打 闪一下 闪 闪 闪 看 是不是感觉 那个倭寇有点像猴子 对不对 养猴 需要一个专家 这个专家啊 就是你需要掌握这个猴子一个习性 就这么 你需要掌握敌人的一个习性 就好像是要对战他了 是不是对战他 对战他 他也非常好 好打 点一下 走掉 点点点 走 走 走 打打打 走 就是好解决的 闪闪 走 走 哎 被打到 算他厉害 只能这么说 没法再夸他太多 哎哟 不错 哎哟不错 哎哟不错 闪 中击 走掉 再中击 等他变红的时候啊 你一定要就是 闪他 不要打他 不要跟他干 走 走 点点点点 闪 中击 过来 又变红了是不是啊 没有关系 我们13瓶绿茶在这等着 甚至有可能都用不掉 这个绿茶 就跟他刚 点点 闪 他是我觉得算是boss当中 那个皮操最肉厚的一个 你打过他之后啊 你就觉得其他的boss都没这么肉 哎 别逼我认真对付你啊 我要认真了的话 你真死了 我要认真的话 你一下也碰不着我呀 点点点 走掉 走掉 闪掉 闪 非逼我 这家伙 信之肚明 自己不情 非要逼我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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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闪 打打打 走 走 闪掉 闪 走 打 闪 闪过来 闪到背后 点点点点点 绕一下 中击 闪 闪 闪 绕到背后 闪 中击 点 打打 闪 闪 点点 闪 中击 闪 闪 中击 闪 打 你看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来着 不要逼我认真了 逼我认真之后 一是打不中 二十这个视频没有看点 非常 没有意思了 就是玩家不会 被打到 有什么还有意思呢 对不对 然后又到了就是他们的闲聊时间 我说 我给你解释了解释 警察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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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et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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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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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精力 很 第2章 到达第2章了